嗨大家午安 今天這支影片就如同標題你們所看到的 好家在我在家 沒有錯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一定要大家都不要出門 就可以在家裡其實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今天這支影片我想說既然我在家裡的話 那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前陣子我在我的IG上面就問了大家 疫情有沒有影響到大家的生活 其中有一個女生她就跟我說 有 因為她覺得已經要畢業了 然後她想要多多的可以跟好朋友相處 但是因為疫情打亂了她的一些節奏 所以呢她就覺得天啊 好不容易就是想要把剩下的這些時光 拿來跟朋友相處 卻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辦法碰面 我當下的想法是 確實是蠻可惜的 但是其實呢 我們可以透過非常多不同的方式 還是可以跟朋友們在一起相聚的 比如 因為呢我覺得你現在呢 就是只要打開LINE啊 Facebook啊 或者是IG什麼之類的 反正有很多的通訊軟體社群軟體 都可以讓你跟朋友Face to face 所以呢我就決定 我接下來呢 要打電話給我的一些好朋友們 問他們現在到底在幹嘛 一個大突襲的感覺 那打的這個人呢 他是一個很知名的前輩 好久不見 那我想要問那個阿滴 就是這幾天在家裡幹嘛 這幾天嗎? 對 我過去這兩天都在忙一個 就是創作者串聯合活動 哦 你有跟我講 我在家裡做很多很多的 就我們都沒有點外送 全部都是我自己自己這樣子 哦 那你會不會就是這一波結束之後 你就轉型成為 如意型YouTuber 我覺得我應該會改名 我會改名叫做RBC 那到時候你可以跟Fred的PK耶 好想看哦 我已經約他了 哦 真的假的 我現在還是比較謙虛 我現在是先跟他學習 然後把他的所有的訣竅都學會之後 都被改掉他 這個我的計劃 欸那這樣子你除了在家裡做菜之外 你有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比方追劇什麼的 因為超多人都在追劇的耶 追...有 摩登家庭好看 摩登家庭 我先記一下我記一下 我來收集大家的清單 Circle我也有看 然後主要是這兩個 那你好像都沒有追什麼韓劇 或日劇之類對不對 比較少 你有推薦了嗎 我自己是沒有看韓劇的習慣 很神奇吧 但是我其實最近有看那個什麼 轉學來的女學生 你有看嗎 是不是封面是那個女生做回臉的那個 就是沒有 他就是很多人 然後他是泰國片 好看嗎 他就有點像是日本版的附疆的感覺 但是他不是恐怖的 然後是那種黑色幽默 好 可以追一下 其實我工作蠻多都取消了啦 因為要出去外面拍攝的 企劃全部都不能拍了 所以我只剩下日內可以拍的 所以多的時間我可能就是在 怎麼辦 要不就是看劇 要不就是 整理我以前的作用 我以前作用放在旁邊 寄很多灰塵 可是你是不是在家裡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可以拍啊 就是不一定要出去 嗯 其實比較少耶 因為最近阿滴英文的影片 比較少是在棚內拍的 我只是比較多都是希望 可以出去外面拍一些可能 市場突擊啊 或者是 街頭訪問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 大家對於 只是坐在棚內教英文的東西 蠻疲乏的 所以現在感覺比較少 阿一日常的話倒是 蠻多可以在家裡拍的 就是 午飯啊 或者是一些 背片 來抽搭蛋 就可以拍起來 來 我們下一個呢 要打電話的人呢 也是跟我呢 very good friend good good friend 嗨 my good good friend good good friend 什麼要視線啊 欸 你也是穿櫻桃小丸子 你戴櫻桃小丸子的那個帽子 穿櫻桃小丸子的衣服耶 哇 好有默契喔 好噁囉 好噁 那等一下 我怎麼算 我怎麼算私訊 沒有啊就是 我想說 關心我身邊好朋友在幹嘛 因為我很常都找不到人啊 然後就是 工作的時候才會出現 私下都不見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 欸我真的平常花太少時間在關心我身邊的人了 所以我拍的這支影片就是 我來關心大家 欸我們沒有講錯 你真的平常都沒有在關心大家 我跟你講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我那個不小心把你們按成那個 取消提醒 所以 你們都已經聊一大串 然後我才看 然後你們有人take我 我才會看到 欸你們在聊天喔 然後我就點進去看 阿你那個 沒有工作你在家在幹嘛 整理房間啊 欸你們那天來的時候 今天是空的對不對 對 哇 你速度很快耶 就是 因為自己變成疫情沒事做 因為疫情沒事做 然後再加上 林軒單身女子 就是在家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就只能夠整理家裡 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覺得 單身這麼沒事做 我昨天在找了聊天 我知道 因為 你跟菜哥昨天同時講了一模一樣的話 我真的整個嚇到 菜哥還密我 跟我說 欸你去看林軒的線動 然後呢 你就跟他講一模一樣的話 你還問我說菜哥講什麼 他沒有講什麼 他就跟你講一模一樣的話 說就是 疫情這段時間突然發現友伴很重要 對啊 因為 應該說平常都自己相處 所以其實 其實就還好 你可能就找事情做 可是因為當工作研究的時候 你要找一些個人休閒活動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你要跟人家分享 沒有人可以分享 真的 你都怎麼解決你的早午餐晚餐 我家的 冰箱真的是空的 就沒有菜 所以我買了一些菜 可是我還是叫Uber一次 我以為你要下廚對不對 會下廚 拍影片 但是 我也在想的時候好像可以來拍個影片 因為這個不知道幹嘛 也沒有什麼 對啊 我每天都不知道我要幹嘛 好啦 去嘛 好 掰掰 注意健康 再見 誒 幹嘛 問啊 我跟你講 大家都視訊 為什麼 因為要讓大家看到那個啊 你們在家最真實的一面 耶 大家好 我想說 欸 我要來關心我身邊所有的好朋友 啊怎麼關心 就是問吼嗎 對啊就問後大家在幹嘛 因為我覺得我平常太忙了 我都沒有時間好好的跟大家社交 就是趁這個時候 我哥也是 這都是借口好不好 我跟你講 剛才林軒問我說 為什麼我每次群組都很慢回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因為我把那個 通知關掉了 欸你看 你家真的關心啊 所以你們一定要 有時候也會關掉 但是 你也會關掉 欸你看你們看 他也會關 因為每次菜根 傳很多人 對啊 你就一定要關一下 我這幾天看劇啊 然後 哦 拍片 然後 玩手機 看書看書 那 你有想我們嗎 有 有欸 我跟你講 而且我有點後悔 上次蔡哥約我們吃飯 然後我沒有跟著 說要不要一起 你看這樣就沒了耶 那你有沒有想說那個 如果這一波結束之後 你最想要跟大家一起吃什麼東西 我想吃 橘色火鍋 好好好 欸我問你 你會覺得 就是跟外國人講電話很有壓力嗎 應該不是說外國人 我其實是 對講電話這件事情 就覺得有壓力 我比較喜歡 傳訊息 真的喔 對啊可能朋友打給我 我就會 撞 沒有接到 你們看 很多人打電話給你 然後就會訊息說 欸我沒有接到 怎麼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可愛 不覺得嗎 我以為是因為 你覺得要講中文 會覺得有壓力 應該有一點點 但是我本來就不太喜歡 講電話 講電話好不好 對 所以你看 疫情讓我們 把彼此的心拉得更靠近 有嗎 哈哈哈哈哈 好啦你等一下去忙吧 好啦 好 想你們 也是耶 好想你們喔 但我覺得這樣講好噁心喔 我想講 好啦 好啦 掰掰 嗯 掰掰辛苦你 不會 掰掰 嗨 皆さん 接下來呢 這一位呢 是你們 非常期待 我可以打電話給他的人 因為呢 他對我來說 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個伙伴 沒有他 就沒有今天的我 讓我們來一起 歡迎 泰哥 你有想我 你今天講一下 那你週末在幹嘛 週末 週末就是有一點 微微的緊張嘛 所以就 在想說 欸你可以拍什麼片 就還在思考說要怎麼做 然後取消一些案子這樣 就是要去戶外拍的案子 就先 緩緩 對對對 可是你在家你可以拍很多耶 剛開始的時候的狀況 你可以拍很多啊 講笑話 對啊 是沒錯 是沒錯 欸 對 所以我還在想 應該怎麼樣把它 用好笑一點 好看一點這樣子 那你今天吃什麼 我今天 還沒吃飯 蛤 為什麼 我以前就是買三碗泡麵嘛 我就懶得再出去 第二趟 所以我晚上 我就看那個泡麵在那邊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他看著我 他 吃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現在早上起來 還是有點飽 因為我睡到 睡到兩三點 破襲破壞王 你昨天半夜在幹嘛 我半夜跟朋友打遊戲 然後看那個 英雄聯盟的直播 因為現在在打那個 集中邀請戰 哦 所以你再聽不到 沒關係 那網友聽得懂就好 真的無所謂 欸那你有想念林軒嗎 還好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近期就是 不管是在剪片 或者是跟你們的互動 我就是每次都會覺得 我很像一顆電燈泡的感覺 那是誰的問題 是林軒的問題 還是我的問題 好啦 那你覺得 今天我們三個 你最想念是誰 都一樣嗎 都一樣 沒有最思念的人 如果是你們三個的話 你知道是誰嗎 誰 阿遠 真的喔 那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靠近一點 因為呢 現在我們那個群組 好像是死水一樣 第一個會回顧我的 是林軒 第二個是金針菇 第三個人 沒有人 從缺 因為阿遠在這陣子 像要消死一樣 我都默默在看 我都默默在看 你們的聊天對話 那你們都不回 這樣子是什麼 我剛才是有在互動 現在是朋友嗎 我插不上話 因為我都覺得 你們好像在聊一個 就是你們自己的話題 阿我就插不上的感覺 那種邊緣感 根本沒有 我每次都好像特別說 欸 可能說阿遠 阿遠你覺得怎麼樣 或者阿遠 你在幹嘛 整個群組像死水一樣 是怎樣 我們現在是不好的是不是 我 沒有不好啊 什麼不好 那你為什麼不回 阿都不留言 不是 因為我把那個群組 關掉通知 所以 我每次打開 我才看到你們在聊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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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我掛電話 他現在給我掛電話 現在給你一個懲罰 OKOK 身為單身男子的蔡哥 請問疫情前 跟疫情後的生活有差嗎 我覺得疫情後有差耶 我以前不是一直都說 其實還好像沒有想要交你朋友 或什麼什麼 但是現在 就會覺得說好像有差 世界末日或什麼的 你至少一個人在身邊陪伴 啊我以前是很習慣一個人 結果現在這樣一個狀況 直接給你一個人到底啦 哇 太緊繃啦 我會覺得說 如果有一個女朋友的話好像不錯 如果你現在有女朋友的話 你們同居的話 至少你這一段期間 你不會那麼無聊 對不對 對 至少我們會煮飯給他吃 或是我可以跟他聊天啊 或是我可以去幫他買東西啊 好了啦 林軒了 要不要啦 你認真講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三個喔 我說我就不會去跳 因為我們這三個 欸 很難得 我們大家的友情蠻好的 啊我也就覺得說 我們年紀都差不多 我也37 然後你沒靠近30歲 誰靠近30歲 亂講 不要講我很多朋友 慢慢知道說自己需要什麼朋友 欸 結果沒想到 我們就剛好在這個時段 湊在一起 其實這友情是很寶貴的 那如果說 我好 我是對一個人特別好 另外兩個就覺得尷尬 那這樣子 我這個友情就會破裂 你很會講耶 對啊 這樣一個狀況啦 好啦 蔡哥 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動態這麼好嗎 為什麼 好幾天沒拍片啊 人量沒地方發現啊 欸你完全就是 發揮在這支影片當中耶 對啊 都給你最好的啊 好啦 不打擾你了 拜拜 拜拜 各位 我找到下一個目標了 我們來打電話給他齁 嗨 為什麼是私訊 我現在很難看 我跟你講沒有關係 因為我每個打電話過去了 大家都訴 現在要來拍一個 防疫期間在 突襲大家在幹嘛 蛤 對 耍廢啊 對嘛 那我想知道你耍廢 你一定是在做些什麼事情 打傳說 看劇 睡覺 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你的工作就是取消很多嗎 有 這禮拜行程全部都取消了 就不管我私底下沒有工作都取消了 然後我現在只能變成閒 不知道幹嘛 那你說你有在追劇 你有沒有要推薦一下 我前天看了 你配音的你家大戰機器人 你看鷹配還是中配 那我看了鷹配 但還不錯 蠻好看的吧 很好看 很好看 我哭欸 我等一下我去把中配補起來 沒關係不用不用 真的沒關係 掰掰 謝謝掰掰 大家在家裡基本上都在追劇 追劇 睡覺 睡覺 追劇 沒了 我目前還沒有問到一個就是很特別的 我希望呢就是 這支影片裡面呢 我不單單就只是跟大家這樣子先料理 希望你可以就是 挖到一些東西 不然我們就繼續打電話給下一個人 對不對 say喔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現在是在錄一次嗎 Horace 對 欸欸欸 拍起來 欸 我現在 我現在走路可以去地鐵站 我跟你講我喜歡這種實境的感覺 我不想要你先say好在家裡 我覺得這樣子很boring OMG我真的好懷念首爾喔 我要去坐地鐵 對 我給你看地鐵喔 等我 你不想看地鐵 來我們去坐地鐵吧 我只想看你 欸我要去地鐵很潮耶 我要趕熱 6.06分的車耶 你現在用跑的 我們現在就是全民跟你一起看 你在那個 韓國地鐵 奔跑的那個感覺 今天在台灣還好嗎 超檔機 整個大檔機 剛才呢 我們這個蛇蛇呢 他剛下班 然後呢 拍攝了這個整個韓國的這個地鐵的 那個情況給我們看 那一個人都有戴口罩 非常的乖 但是呢 因為那個 在地鐵呢 那個WiFi 網路可能不夠穩 所以呢 我完全 大檔機 也看不到那個 太多的畫面 也聽不太清楚 他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決定 我們先等一下 大家 又有人可以接電話了 你們猜猜是誰 我們來跟大家報個平安 嗨 欸我行程全部取消了耶 為什麼 我工作也都取消了 然後我原本 跟阿倫在那邊聊天 原本想說5月底6月初 想要找你們 就是可能去綠島 或者是去哪裡玩 幸好我們沒有定 講一下你週末在家幹嘛 我跟你講真的很可怕 起來就是吃 真的耶 都沒有動到 狂吃 然後我就去玩就 也是吃 那你有沒有推薦的劇 過生的 耶 對 那個我有看 我有看 你看到第六集了嗎 看完了 對啊 我也是我也是 不然你可以看那個啊 什麼轉學來的女同學 啊我 有有有 那有在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對啊 那可以看 我覺得那滿好看的 好啦 我們趕快休息吧 那希望穩定之後 我們可以趕快去吃吃飯 趕快去其他地方 溜渣 再見 掰掰 掰掰 好 打電話給下一個人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了 OK 欸 欸好久沒有看到你了 真的啊 我也是 你還好嗎 對啊 你是我生活 對對對 就挺平淡的 真的喔 欸 那你現在有打工嗎 我沒有 現在沒有打工 是我拍片 剪片 欸我真的好久沒看到你哦 好想你哦 屁耶 屁眼 真的啦 屁眼 欸 想我 我很懷念 跟你們在韓國的日子 那有時間想我 我跟你講 我還要打電話給捨捨 對啊 我就跟他說 我很想念你們大家 就很想念在韓國 跟大家玩的生活 黑鈴在這裡 哇 欸我從來沒有看過他耶 那那個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家都在搞 我在學韓國 看一下綜藝節目 沒有 還有看 電視劇 屁在家 屁在家耍廢 耍廢這樣 好啦 之後可以去韓國的時候再約 嗯 好 一定要哦 一定要 嗯 好啦 你保重身體 做年紀一下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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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想Cat哦 好啦 那這一次呢 就是阿遠跟大家分享了 在家裡呢 雖然沒有辦法呢 可以跟朋友就是出去玩 好好的相處 但沒有關係 你可以呢 買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拿家裡的一些 零食啊 泡麵啊 吃的喝的 然後開啟視訊 跟你的好朋友們 大家一起聊聊天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而且呢 可以借機 去找一些呢 平常呢 跟你沒有那麼常聯繫 或者是呢 你們就只有單純工作聯繫之外 私下呢 很少見面的朋友們 就是可以呢 好好的關心他們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這一集 就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在 疫情期間在家裡做的事情 就是 打電話給我的朋友們 跟他們聊聊天 那希望呢 就是在這段期間呢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然後我真的是 非必要要出門的話呢 這個一定要 戴口罩 然後呢 噴酒精 然後呢 回到家裡要記得洗手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做到一個 100分的防疫小千兵 然後呢 大家可以去下載 那個台灣社交距離 我自己也有下載 他每天都會跳出通知 就是告訴我 沒有跟確診者接觸什麼之類的 反正 我覺得你們可以下載這個 因為他越多人下載的話 其實基本上 呃 他的效果會越好 然後大家呢 也可以加幾罐 加的LINE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 隨時的掌握 台灣的疫情的最新資訊 跟動態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不要去 製造一些沒有必要的話題 或者是 製造一些對立之類的 我覺得 防疫是你跟我 人人有責的 那希望呢 我們就是都可以 順利的度過這一次的疫情 好 那 乖乖待在家裡 可以看影片 可以追劇 超多人剛才在影片裡面 有分享他們在追的劇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去看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記得follow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的Instagram 然後呢 也可以開啟小鈴鐺哦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吧 掰掰